位于万象东南约25公里的湄公河畔 有这样一座寺庙 寺庙里没有修行的僧人 没有金碧辉煌的建筑 甚至连供奉佛像的殿堂都没有 它就是东南亚最无厘头的寺庙 湘昆寺 寺庙里汇集了200多座各式各样的雕像 雕像由干净混凝土制成 有许多佛像和印度教神奇雕像 寺庙始建于1958年 所有雕塑皆出自于一名记忆亲家的工匠之手 最著名的雕塑类似一个巨大的南瓜 它有三个层次分别代表地义 人经和天坛三界 故被称之为天坛第一塔 骑行路过此地 于是决定进去探索这座神秘的寺庙 骑到了这个寺庙叫香坤寺 是个景区需要收门票 我去看一下 如果门票不超过10块钱的话 我就进去 如果超过10块钱我就不去 4万16块钱 我就不进去了吧 这看一眼 就在门口看一眼吧 他要4万门票 也就是16块钱 超过10块钱了 我就不进去了 这就是香坤寺的大门 你看他这都是干净混泥土做的 和其他的寺庙 这附近没有其他寺庙 那种金碧辉环的感觉不一样 我往这旁边去看一下 能不能看到里面的样子 据说这里面有老窝最大的卧服 他这个门没锁 我绕进来了 我是不是逃票了 我看他那门没锁 我有点紧张 我是不是逃票进来了 我本来想绕了看一下 从后面能不能看到里面的 有点做贼心虚的感觉 我开始还想说 我要是进不来的话 我放几张网图 让大家看看网图就得了 我这样进来了 可以看到这边有很多的佛像 据说这个寺庙是1958年的时候 有一位僧人 他请了一个技术不是很好的工匠 做的这些佛像 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修进这座寺庙的那个僧人 他在越南战争的时候 受到了战争的影响 然后逃到了湄公河对岸的泰国去 在那边距这个寺庙不远 几公里的地方 又建造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寺庙 看这个佛像 下面是一个爱心的池子 然后他有很多个手臂 和传统的佛像不太一样 看他的头巾融合了印度教 这些佛像看着给人一种 沧桑的感觉 岁月的痕迹 这个花上有很多的蝴蝶 特别特别多 这就是花香蝶子来 这是一座人手蛇身的佛像 非常的奇特 这个花上是哪里的 这就是花香蕩的 这是花香蕩的 大小时 这就是花香蕩的 在这个花中 和一样的小举 花香蕩败 这个卧佛就是老窝最大的卧佛 好像是东南亚第三大的 它的佛身全都是用干净混凝土做的 经过了几十年的岁月洗礼 佛身上有一些发黑 那个位置都有一些裂痕 人们还在时刻的祭拜这个卧佛 这饭的还是老窝壁 这个是真情啊 这个不是假的 除了卧佛 这个寺庙最著名的一个佛塔 就是这个蘑菇屋了 也称之为天堂地狱 这个佛塔总共分为三层 往这个门进去之后 就是中间一层叫做人间层 然后往下有一层地狱 地狱再往上是天堂 我现在就进去看看 进来之后应该是 进来之后首先是人间层 哪有门能进去 我看一下 小心碰头 我绕着这个人间层转了一圈 好像没有门能进去 咱们先从这孔里看一下 这是人间层里面的佛像 这有个楼梯 应该是从楼上能下来 我先上去吧 这有个楼梯 应该是从上面能下来 从这上去我就能从人间到达天堂了 果然天堂这一层有门能进来 这里面雕刻的都是一些神仙 看他们的神态就比较端庄威颖一点 这地方也有人给放了一些钱 看这个还是韩币 韩国的钱是不是叫韩币 我也不太清楚 有一些佛像已经损坏了 看这个 看这个神仙 像不像三星堆 从车就能下去 下去人间一层看一看 很窄 当心 下来了 刚才我就是在这个洞口往里面看 好像不对 这层给我的感觉 看着像是地狱层一样 你看它有这么多的窟窿头 炼狱 还有这个应该是 遭什么最被吊起来的一个鹰鹅 很多很多的人头 这应该是地狱层 不是人间层 哇 这个是在国内的话是二栏神吧 也有人给放了钱 放了烟 我怎么感觉到了这一层之后稍微有一点点压抑了 确实是炼漪一般 赶紧从地狱走向人间吧 我感觉在这待着久了 有点阴陈生生的 我刚才说错了 这个是人间层啊 并不是天堂 因为我刚才下去了 下去了之后发现下面是地狱 这应该是人间 这我再上来一看确实 你看它这 雕的都是人们在耕种的场景 这是有一个梨 但是我感觉它们怎么像神形啊 人间这一层过的感觉 其实也还好 没有地狱的压抑 但是感觉它们也都是神仙呀 这是普通人吗 唯一的横距我就是在那里看出来了 人们在耕种的场景 可能是我眼神有问题吧 看这个都是很无厘头的神仙 看这个楼梯 这个才是真正的打上天堂 从人间走向天堂 上来之后我发现确实更要向天堂一点 因为你看它这个神形的脸上 都是布满了笑容 感觉它们自信满满 刚才在人间那层的时候 确实人脸上是看不到笑容的 看着就比较尊重匀素一点 也都有挣钱 神仙们比较多 各式各样的 每个人脸上都是 虐待微笑 这层给人的感觉就挺轻松的 从天堂这里还可以上去 上去就到顶层了 这宽度基本就只够一个人 有点矮 出来了 出来阳光有点刺激 这就是上来看到的整体景象 能看到下面的所有佛像 很多密密麻麻的 确实都很无厘头 这边有个洞口出来 我刚看到这里还有个洞口能下去 能看到不这么小的洞口 我往这下 下去就是天坛 非常窄啊 再看一眼 天坛 出来了 整个蘑菇屋已经在我身后 这个佛像多么的无厘头 它是有很多只手 好几个头 头上是骷髅 骷髅上再是头 头上再是三星堆一样的东西 上面再是一个像蜥蜴头一样 最上面还是人头 好几个头 我已经从香坤寺出来了 我再往前骑一点 探索完香坤寺 继续往巴塞方向进发 咱们旅途上见